我跟你講哈馬斯 是烏合之眾 哈馬斯好打 真主黨不容易 真主黨是正規軍 你以為人家吃素吧 你只是用那個BB code 把人家炸懵了這樣而已啊 那個人家就立刻開始集結啊 我跟你講喔 真主黨 指揮官都已經被擊斃了嗎 那個是叫做 比較忠誠的指揮官 真主黨在 2000年左右就存在了 然後到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黨了 不然什麼叫真主黨 他在黎巴嫩國會有席次 他是一個武裝政黨 所以他是正規配備的 黎巴嫩有三支軍隊 黎巴嫩國防軍比他還弱 黎巴嫩主要的兩支軍隊就是黎巴嫩國防軍 還有黎巴嫩真主黨 那 黎巴嫩國防軍大概只有4.6萬人 真主黨有5萬人啊 而且真主黨是 常年得到 伊朗的正規配備 他的導彈至少超過2萬枚啊 你來跟他打打打看 我跟你講那個 事實上有人做過評估啦 如果真的兩邊真的是地邊作戰開打 那以色列傷亡會超過1萬人 1萬人 傷亡 你看他現在在 加沙才死幾個人 以色列的軍隊 在加沙 傷亡不到1000人啊 你跟正主黨打你就準備 死1萬人 傷亡啦 傷亡 1萬人 你來打打看啊 可看起來納坦雅胡是準備好了啊 沒有他沒有要全面打 他是要 比照加沙 就是把離南地區炸平 他大概想要往前 弄一個30到50公里的緩衝區嘛 那就把緩衝區的建物全部炸平 然後以色列的 重兵要駐守 我認為以色列 戰爭的模式我們現在已經看清楚了啦 比如說加沙 他把那個加沙 City給人家炸平了嘛 然後他現在就要在加沙 City周邊 弄一個緩衝區 然後以色列人就要進來屯墾了 所以加沙 City 未來會變成猶太人的城市 然後 南邊 廢城走廊 那本來是1975年 以色列跟埃及的協定啊 然後讓埃及在那邊駐守 那 以色列就在怪他嘛 說你埃及駐守都駐守假的嘛 哈瑪斯越搞越大 所以以色列不信任埃及了 他不惜毀約啊 他就直接佔領廢城走啦 說他不走啦 所以我就重兵駐守 那黎南 黎南是2006年 以色列打黎巴嫩失敗嘛 結果就接受了聯合國維和部隊進場 那 18年下來以色列又在罵維和部隊了 說你都沒有在弄啊 搞到現在政治部長到處都是 實質控制 所以他不 等於就是 加沙南部他不再信任埃及的部隊 然後黎南地區他不再相信 聯合國維和部隊 他都要自己看 所以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的目標就是要在 黎南 跟 這個廢城走廊 都弄出一個 他重兵駐守的緩衝地帶 他自己來管理 對 然後確保 北部的以色列屯墾居民 不再遭到洗澡 就這樣 但是他對付哈馬斯那一套 拿來對付真主黨 會有一樣的結果嗎 註定是打不完 真主黨不會認輸的啦 他一定 一再的洗澡 因為他的武器 遠比哈馬斯要充沛 而且他就是正規軍 他是有 有編組有隊型什麼都有的啦 所以 我認為這個註定就是一個消耗戰 所以為什麼美國有很多 軍事專家 認為以色列這一步棋踏錯 因為以色列這個國家 他人口少 他大概只有800多萬人 那你要算 要把阿拉伯一扣掉 要把那個以色列不願意當兵的扣掉 他實際上可以用的人只有500多萬 所以你的軍隊 不可能超過20萬人 所以你 短期作戰 因為你 設備精良嘛 你很短可以勝利 可是我如果拉長呢 變成消耗戰 以色列會越來越不利啦 而且他 一個打7個 夜門胡賽武裝 加沙的哈馬斯 約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 然後再往北 里巴嫩 還有 伊拉克 敘利亞 然後還有伊朗 一個打7個 這消耗戰下去你怎麼受得了 所以美國已經有一些軍事專家在講 說以色列你恐怕是 你是戰術精準 可是戰略完全錯誤 可是沒辦法 因為納坦雅胡就是 有一種幻覺啦 他認為可以避其功於一億 然後把哈馬斯跟 黎巴仁申訴黨都消滅掉 事實上你是做不到的 因為 整個穆斯林的人口在以色列周邊 超過4億人 所以珍珠黨跟 哈馬斯是永遠不缺 心血進來的 他永遠不缺啊 所以不可能一次解決所有問題 不可能啊 還是他這個只是在為了這個川普 11月的這個選舉助政他也知道這是一個短期的戰術 我問題是你沒有辦法停止啊 難道你要撤軍嗎 達到一半沒辦法停 離難你就要派重兵進去嗎 你地面戰要開打就要進去了 當然要進去啊不然你那個北部的屯梗區的居民 不敢回來啊 因為我會被 射飛彈我怎麼敢回來 那個人口不少欸 可能有 10萬人左右 所以我認為他自己真的是卡住了 被自己打的局面困住了你知道 就這樣 所以勢必他要進去黎巴嫩南部 所以這個衝突這個戰爭 基本上至少 一定會爆發 那是人家的領土 侵略 你怎麼可以佔領啊 而且他沒有打算要走欸 我跟你講 更有意思的是 目前聯合國委員部隊在黎巴嫩 剛好是中國部隊 以色列造打 我跟你講他已經殺紅眼了啦 所以中國大陸也是蠻火大 那會介入嗎 不是啊他就是 叫你離開啊你不要在這裡啊 問題是那個是聯合國決議欸 他沒有在甩聯合國決議的啊 是吧 實際上簡單講就是 加沙多少聯合國制空都被他打死 對啊這個人道組織那個人道組織天天被炸 對啊可是這個是違和部隊 他沒有在怕啊 可是你就得罪全世界了 我跟你講現在大概 全世界 最能幫他說話的美國啊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說話啊 所以他把 這個 軍隊派到塞浦勒斯區就有用嗎 美國這個動作我跟你講啦 第一個是怕 這個 7個軍隊就進來打啦 因為敘利亞也說話了 敘利亞說 以色列如果再往前 往貝魯特挺進啊 我會動員4萬軍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防這個 就美國就是你到離南就好 你不能再打 不要在北上了 對 所以美國那個是有兩個目的的 就是怕人家 圍攻以色列嘛 那第二個就是 以色列到此為止 問題是 以色列你不可能到此為止 因為 黎巴南鄭主黨會來打你 你一定還是得 回首的 就是說你離南那個地方的戰爭 會永遠打不完 而且人家也會去打你的 以色列北部 讓你的那些屯梗居民不敢回來 現在飛彈都飛到特拉維夫了 就是讓你海法也被打了 就是要讓你覺得 你沒有 你沒有成功啊 你沒有得逞 這個註定是不會成功的啊 那你去問 納塔尼亞 他認為 我跟你講他就是賭 黎巴南會 不是 貝魯特真主黨 黎巴南真主黨會自然而退 怎麼可能 不他就賭這個吧 是誰給他的底氣 我不知道 你看連 連我們平秀林 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就真的認為這樣 不然沒有理由要這樣打 他跟賴清德是同一個老師嗎 賴清德比他更糟了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 因為你要打一個戰爭 你一定要有你的邏輯嘛 我覺得他打加沙邏輯是清楚的 就是他要佔領 他要駐軍 然後他要 佔領某些據點 然後要讓以色列的屯梗居民進來 那周邊打緩衝區 那就比照約旦和西安這樣治理 就是分ABC地區 這樣來住嘛 我認為他的邏輯是清楚的 黎蘭他根本沒有計劃 因為 他百分之百低估了黎巴南真主黨的力量 百分之百 可是他在那個地區混了這麼久 他怎麼會不知道黎巴南真主黨的實力呢 我跟你講這個有 自私的理由 也有幻想的理由啦 自私的理由是他不能夠 沒有戰爭 他不要下台嘛 嗯 那幻想的理由啊 我坦白說這是一個悲劇啦 事實上戰爭啊 很多都是因為幻想造成的 就是以色列認為啦 他北部屯梗居他守得住嘛 那你守得住你就要把黎蘭搞定嘛 所以 納蘭雅吾這個進攻計劃 在以色列得到百分之七十的人的支持 所以你看那個上街的 永遠都是七十萬到一百萬 不會再多了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支持的 這個就好比日本一樣嘛 日本你當年偷襲珍珠港 打東南亞 打中國 全民都支持啊 那搞不好九成以上 因為你相信呢 軍部給你的幻想嘛 那不是一樣 可是當年的日本二戰時期的這個資訊發達程度跟此時此刻 有非常大的不同 你錯啦 是嗎 那台灣呢 你打得贏中國大陸啊 沒有人 台灣 會有百分之七十人相信可以打贏中國大陸嗎 不可能吧 那你民進黨怎麼會有40% 喔對那有40%的人相信嘛 不是嘛就是 我跟你講這有很複雜的原因嘛 就是如果 中國大陸來打台灣 那你要不要死守到最後一刻 就類似這種問題啦 那這種問題沒有辦法談嘛 因為你如果說你不願意 那人家就說你 同路人 同路人嘛 韓國者 投降派嘛之類的嘛 就類似這樣 不敢發聲 對 沒有表達意見 你的聲音會出不來 所以社會上 壟斷的聲音就會是好戰牌的聲音 就當年日本也是這樣啊 那更不要講他有言論取締啦 所以那是外觀看起來70%不是實際有70%啊 可是民調就是這樣 因為都是他們的聲音嘛 比如說現在以色列 我知道以色列也有 左派啦 也有主張和平的那些人 他們會出來講嘛 說我們不要打尼巴嫩 不要跟政主黨作戰 那那個 北區屯桿的居民就 來抗議你 你放棄了他們 那我們怎麼辦 問題是當初 你為什麼要去屯桿 你為什麼要去那個 應該回到問題去問 那個核心 你為什麼要去屯桿 對啊 那是別人家的土地啊 因為當初他們相信了 那坦雅胡的 的幻想 說那邊去 那是我們的領土 我可以保衛你們的安全嘛 那事實上現在就出事了 不然當初怎麼那麼多人 日本本來計劃要移民到東北是300萬人 那有關東軍在那邊啊 後來大概移民了將近100萬人 他們的計劃是300萬人 所以你看那個長春 就是薪金啊 才會蓋的這麼漂亮 因為長春就是要做 帝都 那到時候就有兩個帝都你知道吧 一個東京一個清京啊 就有人 相信了這個幻想嘛 你才會 你才會去嘛 結果現在碰到問題了 他有實際的利益在這裡 就像以色列 那些北區的屯桿居民 他產生了政黨 他現在是以色列 這個 這個 拉坦雅胡裡面政黨的一個 極右翼的派系 他產生自己的國會議員啊 你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戰爭都是這樣造成的啦 你不斷鼓吹 有人去了 那那些人就在當地產生了既有的利益 然後他們就開始產生自己的代表 你出來反對他 來包圍你啊 就這樣啊